一星期一本书,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一星期一本书,我是云湾 今天想与大家分享的内容是 面相,暴露你的生活质量 作者,卢书 整理相册时,翻到和一个老人的合照 照片上的老人,虽然满头白发,但精神绝朔,朱颜鹤发 全无老年人身上的褪器 照片上是徐老,是我在一次摄影展开幕活动中认识的 徐老是新闻摄影记者,年轻时得过多次摄影大奖 那次展览也有他的作品 活动期间,徐老正好坐在我旁边,就聊了一会儿 徐老告诉我说,虽然已经八十多岁了,但他还是坚持摄影 尤其喜欢拍公园里的花花草草 他每天早上都会拿着单反去公园晃游,寻找能拍的素材 因为喜欢植物,后来干脆在家里的花园养了一盆盆绿植 拍照,照料植物,每天过得都很充实 很多人年龄大了,觉得生活没了多少选择,就随便对付 徐老却始终抱着对生活的热爱 我至今都记得聊天时,他淡然自得的神情 那张脸,好像从未被岁月风霜轻视 不由得让人感慨一句 生活把一切都刻在了我们的脸上 面向最能暴露一个人的生活质量 一个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看他的面向就一清二楚了 前几天,同事贴出了一张郭骏的近照 在群里扎开了锅 照片里的郭骏气宇轩昂,自信满满 有同事戏谑说,郭骏现在出息了 看起来就像个成功人士 郭骏是和我一同入职的 前年,他被公司辞退了 但这几年,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以前一起工作时 郭骏每天上班都是一脸松弛,满脸倦意 整个人晃晃乎乎 自然,他从来不能按时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 长此以往,也就被辞退了 以前我以为郭骏是因为不喜欢这份工作才会懈怠 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他经常玩游戏玩到半夜 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工作 我去过一次他当时租住的房间 只看见一大堆衣物随意放在床上 门背后堆满了垃圾,让人不愿多呆 因为丢了工作,女朋友也和他分手了 郭骏痛定思痛 下令决心要做出改变 他戒掉了游戏 将以前用在游戏上的时间,全都用来健身 还加入了夜跑队 这几年他朋友圈分享的内容 全是他肌肉增大的照片 最近一次见他是十一月底 他约我出去吃饭 见到他时,完全想象不到 当初那个一脸倦怠,沉迷游戏的男人 上了年纪,反倒气宇轩昂,精神焕发 一个人真实的生活状态 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一个人的面相 一个眼神涣散,经常忧心忡忡的人 生活质量自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生活的高手,从来都是自信满满 心情愉悦,走到哪儿都带着光芒 走在路上我喜欢观察不同的人 在地铁上,公交上,大街上 虽然都是不同身份不同职业 但我发现大部分人面容都很相似 要不是满脸愁容 要不就是写满了凡不可耐 有一次和朋友曾鹏一起坐地铁 到站后他问我 为什么每个人看起来都面无表情 我很理解朋友的困惑 因为他是我见过最爱笑的一个人 每天早上进电梯时 都有工作人员站在门口问候 一般我们都是直接走 但我发现曾鹏每次经过时 都露出笑容回应着问候 每次和他去餐厅吃饭需要帮助时 他也是笑容灿烂地向服务员招手 即便是在路上碰见陌生人 偶尔四目相对 他也抱以笑脸 我很疑惑 他为什么能经常保持愉悦 他笑着说 对生活抱着最大的诚意 心情不会糟糕到哪里去 后来我才发现 他喜欢摄影 平时没事就爱自己瞎捣鼓 走在路上 他会随手拍一家小吃店 抓拍一片落叶 下班后 就抓拍家人的一些生活细节 他说在拍照的过程中 他发现了生活中很多被忽视的美好 能够定格那些美的瞬间 让他觉得每天都很值得期待 如今他的摄影作品被发布到很多平台 点击率都很高 还有杂志和他乐片 在流动的时间里 一个能发现美的人 当然能够在所随庸长的生活中保持愉悦 也懂得追求更高级的生活 很多人上一天班 觉得自己已经被透支完了 脸上经常是大写加粗的泪 一有空闲时间 就会用力放松 放松的越过度 上班时的倦怠就更为强烈 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 多是苦瓜脸 不去选择亏待生活 生活自然也会给我们最大的善意 面善的人 一个懂得追求生活质量的人 生活自然会被逾越包围 如果你也曾仔细留意生活 就会发现 那些春风满面 笑意盈盈的人 总是能将生活过成自己期待的样子 而郁郁寡欢 焦躁不安的人 总是将自己困于一团乱麻中 我家附近有一家面馆 面积不大 一对夫妻在经营 因为味道不错 他们家生意很好 按理说做生意赚得多 应该是经常笑容满面的 但我很少看见这对夫妻露出笑容 大部分时候 脸上都写着不耐烦 有天晚上下班比较晚 我就去了这家面馆 正好他们一家人在吃晚餐 吃着吃着突然听到了争执声 抬头看见他们夫妻两人 脸上满是愤怒 女人不断在指责丈夫 大概是说 丈夫整天去打麻将 将店全部交给他打理之类的 说到激动处 男人将筷子一摔 就往门口去了 我和旁边的顾客面面相去 吃着实在尴尬 后来我几乎没去过那家面馆 有时经过他家门口时 还会经常听到一些争执 虽然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但从他们越发憔悴的脸上可以看出来 他们的生活已然一团糟了 甚至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意 前段时间经过时发现面馆已经关门了 面相是不会骗人的 当一个人的脸上 经常出现不耐烦的神情时 就预示着他的生活会遭遇危机 中国人常讲相由心生 这句话并非空虚来风 一个人生活的经历 思想以及欲望 都会在一个人脸上刻下印痕 并伴随着一个人的一生 那些面容和善的人 生活大都过得妥协舒适 而愁眉苦脸 焦灼不安的人 总是被生活拖着走 包括日久见人心也是一个道理 你和一个人相处久了 他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人品如何 其实从他的面相中就可以破译 陈南青就曾表示 在最高意义上 一个人的面貌就是他的人 人都有两种长相 一种是物理长相 一种是精神长相 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容貌 但却可以塑在自己的面相 比如学习插花 茶艺 书法 能塑造出从容淡定的气质 练习瑜伽 坚持运动 能塑造出非凡的气度 每个人已经经历的 和正在经历的 都藏不住 有些人在朋友圈晒自己的肌肉 晒瑜伽课 晒自己做的美食 晒度假的照片 有些人则伪装在朋友圈 过着高质量的生活 现实安稳 岁月静好 我一个朋友 就经常在朋友圈 转发一些健身的文章 偶尔还看到他跑步打卡 本来我以为他现在应该过得还不错 结果见面后才发现 他依然还是那个油腻的中年人 头发没几根 抽烟喝酒 满脸横肉 所谓的健身打卡 不过是利用一些软件修改了数据 在朋友圈里虚荣一把 当然 他的做法不光彩 但也说不上错 甚至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在朋友圈里假装生活 只不过 你过得到底好不好 一见面 肯定会暴露无疑 一个人的生活质量 不是靠假装提高的 而是真的去实践 真实 坚持 有些人长得年轻 有些人长得富态 有些人一看就很长寿 无一例外 他们都是最懂生活的一批人 爱情 想别每秒 沉默如迷 等再回 如期 若 我们终将 分离 或永远不能在一起 相思每一刻 不留痕迹 很熟而不济 乐意与谁分享快乐 除了与你欢愉片刻 只可留给我 明知总是爱而不得情动 无法往里即刻 无心间落寞 若我们终将分离 或永远不能在一起 相思每一刻 不留痕迹 很熟而不去 难以与谁分享快乐 除了与你欢愉片刻 只可留给我 明知总是爱而不得情动 无法往里即刻 无心间落寞 若我们终将分离 若我们终将分离 若永远不能在一起 想别美与你 沉默如铭 等再回 默契 作曲 李宗盛